画面上就是八斗子渔港跟海科款之间的道路 很明显的可以发现路面上多年来修修补补 对来往的驾驶人并不是很友善 因此立委蔡世英跟市政府特别争取中央渔业署的补助 希望加以更新重铺 让民众跟外地游客有更好的印象 第一个大概就是渔港二阶跟渔港一阶的部分 会把它全面跑铺完成 然后跑铺完成的过程当中 会另外就是所有的人手口会下地 让这里变成一个非常平坦的路面 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这个一并合并道路施工 我们会请其他的官用单位 一定要在这边如果要施工的部分一并来处理 避免未来道路铺设完毕之后 又有其他单位要挖掘道路造成二次施工的问题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在环港街的部分 如果各位有知道的话 每次只要在八斗子地区下大雨的话 环港街是容易淹水的一个区域 那这个地方的排水设施其实也是非常久没有做改善了 所以刚才我们也特别请规划公司 就这个部分来把它设计规划完成之后 我们再来找商圈的商家来沟通 让这个排水设施的改善 能够做到近三近美 那未来这个地方一旦就不会再有 类似下雨淹水的一个情形 对于商业的发展 商圈的发展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想我们现在八斗子的整个狼带 是基隆观望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 但是在我们的环港在我们渔港一阶二阶及环港一阶的一个路面 经常遭不论是我们的市民还是来的游客所诟病 所以在路面的状况一直都没有办法获得改善的这个阶段 其实我们非常感谢蔡世英立委来向我们中央渔业署来争取我们的经费 来做整个道路的一次性的一个改善 那包含了所谓的自行车道跟人行的这个空间 我们希望说在这一次的工程当中可以一并把它施工到最好的一个阶段 这个自行车道是用水泥砌起来的 然后之前在那个转角的地方有发生过十几次的车祸 很多人都撞的牙齿的掉了 额头都受伤 这次是建议说能不能把在转角那个地方的水泥一块刨除 然后用那个塑胶软管跟它七格起来 这样可能会在转角的地方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 万一出事的话比较会撞 比较不会撞的车祸那么严重这样 而附近区域是基隆相当热门的观光景区 能够在基础建设方面更加友善 相信可以让游客对基隆这个城市有更好的印象 来过还想来 记者黄日生财宝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